矿卡到底谁接了盘 答案是 中低端玩家 很多人要开始喷我 来喷我的 大概率就是被我说中的 这里有一些逻辑 我分析给你听 你不同意也没有办法 这就是事实 当经济下行的时候 任何经济主体 都是上游到下游进行资源配置 这是市场分配的基本逻辑 就好比房地产 从一二线城市主要城区消费市场 到三四线城市 均是财富更多的 先占领上游核心 然后依次向下覆盖 不同意的建议多读书 我们把这套逻辑 导入到显卡市场 矿卡也是商品 具备商品的一般属性及价值 价格你就算不认同 也总有认同它的人 我们以3090为例 海线市场已经5K左右了 跌破5K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矿潮高峰 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人在我的视频下面 复制粘贴一大段话 就是建议所有玩家放弃RTX30系列 默认这一代全是矿卡 并且不要做接盘侠 我认为这种想法实在是太天真 符合商品属性 又具有价值流通属性 全国所有人都知道这段话的意义也不大 除非有市场干预直接切断流通环境 至于价格 多低算是低呢 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是市场每一个参与的个体考虑的事情 再多的个人建议也没有意义 就好像前几天有人跟我提秋名山开车 说1900的3080 我就想问一句 这算不算便宜 如果不算 那么3080都1900了 1500的3070Ti算不算便宜 1200的3060Ti算不算便宜 或者999的3060算不算便宜 它总有一个市场认同的价格 而这个价格 到头来 都是不想用原价买全新3060 甚至没有实力原价买3080的人 这样你们能理解了吧 说这个结论的时候 我对中低端玩家没有任何瞧不起的意思 我只是说出了市场资源配置的事实 而这样的事实 在所有大宗商品或者市场环境里 道理和逻辑均相同 你们想想 商品房是不是这样 上游挤出来的水都给下游接的 我还想到当年凯迪达克ATS 卖15万秒售一空 我也想到疫情期间 解放民生下游去库存的地摊现象 算了 案例太多了 但道理相同 所以在所有线上评论区宣传放弃30系列的人 就有一点皮肤汗大树的感觉 因为中低端玩家的市场分布和市场存量 相比网络留言扩散 就是银河系和太阳系的关系 当然你也可以跟我硬刚 说现在这个价格还没有啊 显然这不是我说的重点 我说的内容就是一句话 矿卡就是中低端玩家 接牌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